《三小天地》 今次第二輯我們有幾位很特別的嘉賓 社會上我們曾經有過很多知名的人士 上來我們的節目 被我們訪問過 亦都跟我聊過 在社會上有一些很有知名 或者一些社會上曾經已經做到非常優秀的一些社會動量 都曾經跟我們一齊給我們的嘉賓了解過 但是今次這個十集的《三小天地》 我是想帶出一些社會裏面 特別是華人社區裏面 一些基層的和一些草根階層裏面 不為人所知道 沒有什麼人可以了解到的 比較少一些人可以深切地 可以體會到他們的生活的一些人 我這次特別請了他們上來 今天很榮幸 我們請了我們身邊有Kengor Kengor 很多人都認識你了 在灣區裏面 我們金城四少裏面 你又是我們的大哥 叫做大蕭 我們都很開心和你一齊 認識了你 因為你真的是一個很正氣的人 我們也很尊重你 因為你曾經在社會上幫了很多的人 今天你穿了這套制服出來 這套制服就不是我們平時演唱會 去玩玩玩的那些假的制服 這套是真的 你穿了很多年了 我知道你穿了三十幾年了 稍後我會再和你慢慢聊聊天 你身邊今天有一位很特別的朋友 都是我們的朋友 小飛哥 Eddie哥 很歡迎你 很感謝你今天可以抽一段時間 上來和我們聊聊天 將你以前過往的生活 一些這樣的情形 可以和我們聊聊 你不介意可以將你以前過往的一些經歷 可以和我們分享 亦都作為一個借鏡 讓我們華人可以看得到 人生的一些可能起伏 或者人生的一些可能經歷 令到有些人他們可以在你的身上 能夠可能得到一個學習的機會 很歡迎你 很多謝你 Eddie哥 多謝你三少 Kent哥 我先和你聊兩句 好嗎 好 三少 我和你都很朋友 和你都很久的朋友 很多人都說一句 我認識你 肯定是因為 不知道是不是坐牢 所以才認識你 這個先澄清 不是這個原因 我可能是年輕人 我也有學壞過 但是不是這個原因認識你 我和你很有緣分 是 你先說說你的背景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你 背景 背景是中國來到1980年 來到美國 都是新移民 很開心心來到 來到之後都是上學讀書 為什麼要穿這套西服 就是因為那時候 從小都是想做警察 做這些工作 那時候讀書 讀大學都有興趣在這方面發展 1986年的時候就開始接受訓練 訓練 1987年就正式開始做這項工作 是加州警察懲教署裡做的 是加州警察懲教署 是 加州警察懲教署 在這個 進去這一行 是怎樣令到你可以進去 有這個機會 是有人帶你進去 沒有 那時候 他是請人 我 已經是要做 要校警察 他這個部門 剛好大量請人 沒有中國人在做 說要需要中國人進來做 多一些不同的族裔 但是你知道那時候進去 可能會有些危險 你在監倉裡面工作 知道 但是那時候 年輕人的時候 都吃過兩三下椰粥 想自己都可以搞定 所以都不怕 是嗎 那 就進去 然後順利你就考進去 是啊 那時候都是在同仁街 真的說起來 真的說起來 說起來不順 華人出眾會 那個Chinese Affirmative Action 那時候 他是請人 叫人去投考 同仁街 差不多有八個人 同仁去那裏 申請 去那裏詢問 然後拿了時間表去考 去考試 那麼多人去考 只有我一個人去考 只有我一個人去考 不是 其他人都考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進去之後 開始你就這個工作 就在監獄裡面 基本是每一天 你都要在裡面 做這個工作 其實真的很艱辛 有很多 也會有危險 有沒有遇到過什麼經歷 很深刻 危險就是危險 最初都是 自己都是 自己都是 那個心是 驚驚的 進去 不知道什麼環境 但就 亂碰亂撞 進去又有朋友 有課記幫忙 有很多危險和驚險的事發生 有一次最深刻的就是 晚上巡房的時候 看到有個犯人在那裏 知道他是自殺 吊頸死了 立刻通知那個上司 上司來到 立刻開窗門 他說 阿王 你要進去 抱下來 才可以 哇 我真的很害怕 那個人 他當時已經吊在監獄裡面 因為你們坐監的人 是一個一個窗 一個窗裡面可能有幾個人 是 他是吊在裡面 已經自己吊頸在裡面自殺 吊了因為他這個是總犯 這個是總犯 因為我們 晚上巡房時 拿燈 燈很光 電筒射進去 我就看到他在那裏 已經吊著 應該是死了 沒有了表情 這樣才知道他是吊頸 所以馬上要跟上司說 上司就馬上幾個人衝 所以就是 他的手續就是要開窗門 要解他下來 才看他還是生還是死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新兒子 剛剛進去 他說 Kent 你要去抱下來才知道 他真的很害怕 那時候 因為未見過這樣的情況 一般 生人多 但死人還要抱著他 先讓他不要枯著頸 然後另外那個伙計 再解開這些東西 然後才拉他出來 這些情況 一般正常人是見不到的 好 Kent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談